大家好 刚刚看到一个新闻和大家分享一下 也就是美国总统川普 他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按照他的描述 就是说是他上任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讲话 那这个讲话呢 他主要是说 他认为在这次的选举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舞弊 那他认为他作为一个美国总统 他有义务去捍卫选举的法律 就是捍卫美国的宪法 宪法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有一票 合法的选票呢要记录 那些非法的选票不应该被记录 大概主要的主题就是这样 所以他说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他一直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 他把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给简单的给捋了一下 过了一下 在各个州发生的一些违法计票 违法投票 以及那个软件 投票软件的事情 大概给重复了一下 那他的整个讲话呢 大概有40多分钟 但是我们把重点的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看一些片段 right now. voter integrity for our nation it'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of the things that we discussed. if we don't root out the fraud the tremendous and horrible fraud that's taken place in our 2020 election we don't have a country anymore. so with the resolve and suppor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we will restore honesty and integrity 通过这些片段呢 我的解读就是说 川普他要采取行动了 当然在他讲话当中 他说他呼吁最高法院 能够为这个事情呢 做出一个裁决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不管怎么样 川普应该是有 我前面我们说 叫第三回合的行动 应该开始了 也就是从现在开始 应该在美国有事要发生了 一定有事 这个绝对不是小事 所以我们就是暂时呢 只是把川普的一个讲话 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以及我简单的解读 到底这个事情是发生是什么 其实我们大家看吧 这两天大家关注一下 美国的局势发展 有可能有新的故事会出现 有新的新闻会出现 当然川普这个讲话呢 在整个的主流媒体都没有播 你像大的媒体都没有播 他是透过了网络走出来的 他是在白宫事先录制好的 这么一部讲话 所以这个讲话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发令枪 就是开始 不管是行动也好 宣战也好 将采取什么大的 倾脚也好 都有可能 这些都有可能 所以是提醒大家关注一下 这两天美国所发生的事情 但是注意主流媒体可能不报 看一下网络新闻 网络新闻现在是走的比较快一些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关注美国的网络新闻 有什么更新的消息呢 我们会及时和大家分享 好 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